生活里面就是任何人有个新的向往 一个展方的眺望的时候 它缺乏一个系统支持 就是你的那些向往 然后它都是有一种很透明 很难伸出根须来 然后跟这个土地衔接 那时候你自己的法力感觉很强 你很难把它变成生活 其实你自己认为 以前的就是那种理想主义 其实它并不是真正的理想主义 在很大处那是假理想 你要好好地想想 你原来这个理想 它到底是什么 有多少根据 大家好 我是杨永安 现在很多年轻人觉得很丧 这个很丧什么意思呢 就我看一些评论了 就觉得活得很有点机无力 感觉就什么道理都懂 可惜就这个人生就是过不好 然后每天都是在自己不喜欢的生活里边 一天都忙 就这个感觉心里边特别想活 生活在别处 但是呢又没有改变的这么一种力量 或者说勇气 也就是说我们的向往远远大于我们的行动 或者说大于我们的这样一种能力 现在到了这个一年一年过去啊 觉得自己毫无长进 不但毫无长进 最后觉得生活越来越温散了 那是不是也处于这个状态呢 那么有的话你觉得有可以扣一 如果没有的话扣二 那么我们也有一个相互的了解 其实这种生活的无力感和沮丧感 这个是非常正常的 就是你那几年很年轻 你很热情浪漫 然后你的环境也在学校里或者怎么样 你形成的这些想法 但是呢往往很多人就感觉 一毕业进入社会 哎呀顿时就觉得 哎呀这太难了 那就不一样了 再坚持就很麻烦 所以有的人就感叹自己呢 是不是以前太理想主义了 其实我要说这个问题呢 更是一个误区 其实你自己认为以前的 就是那种理想主义 其实它并不是真正的理想主义 在很大层面上是假理想 为什么说是假理想的 因为它并没有渗透到社会生活里面去 它并没有生活的依据 都是我们从书本上 或者从间接的地方吸收到的 这个我们说在这个世界上 有时候就会构造出 一个自己的觉得特别美好的追求 但是这个里面呢 又完全是没有一个社会的实践 所以没有自己的一个非常好的 在生活里面的这种讨喜 那这样的话它就很难 我听到遇到一些人说是 哎呀真好 哎呀当年还是个文青啊 现在想想都惭愧 你当年是个文青 恐怕也是个假文青吧 你说真的爱文学的话 那你会放弃不了的 所以我们说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看世界上真正的去有这个理想人 他必然是有机灵 他必然是很踏实 所以你看这个巴尔扎克 当年他要追求他的理想 什么理想呢 就文学写作 哎呀家里就完全不同意 结果他坚持要写 家里人说给你三件时间实验 你能写出来就承认你这个才能 写不出来你就不行 你看他坚持三件 就是他的这个坚持 是干一件事情 是个实践性的 实践性 而且他是建筑在自己的 发自内心的热爱爱好里面 也是在他的天赋里面 所以就是我们说一个人不是说 我们不应该去追求 而是说我们一切追求 都是从自己的那个 哎呀内心里面的成长 然后从我们现实生活里面的那些认识 然后我们积累的那些经验 那些东西 从里面呢 然后呢看到一种理想 这种理想里面既有那种超越性 又有它的丰富的现实的依据 是这样的话 它才会有一个那种所谓的理想 它是有内核的 所以我们就有很多理想是 我们可能原来在想象的时候 它就不具备现实性 所以看着那个美是透明的 是非常担保的 所以一碰到这个现实的阻力的时候 立刻就不行了 所以有的人说自己 哎呀 理想破灭是个悲剧 就我有时候听着 我觉得就觉得不一定是这样吧 恐怕那个悲剧也是个 所谓的理想破灭 也是个人为的说法 其实可能根本就没发生什么悲剧 原来其实也没什么真正的理想 都是自己的那种幻想虚想 所以这个地方 其实我是非常想了解 其实大家不知道自己 对自己的理想有什么评价 到底是一个真实的理想 还是一个空患的理想 如果是真理想 你自己有信心的话 你扣一 如果你觉得是不那么踏实 甚至是个假理想 你就可以扣二 扣二 可以判断一下 因为我觉得这个 有一个追求 他比没追求好 我们年轻啊 年轻有时候 可能就是从一个追求一个 有点虚化性的理想 但是呢 可能追着追着 认识了世界 认识了自己 而相反 慢慢地转化转化转化 真的就摸到自己的那个 要去终生投入的生活去了 二十万亚 所以我觉得 真正你的那个追求一个更美好的生活 它其实是一个了解和创造的过程 任何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这样 你要你要理解 你要去追求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第一步 你其实是个爱好者 你是对这个东西有喜欢 但是这个还很浅 我们在这个爱好者这个层次上 可以有很多虚幻的 比如说看到一个人 哎呀 哎呀弹琴觉得特别好 吉他或者什么 哎呀也很喜欢觉得很好 但自己一试就不行了 所以喜欢呢 和你自己去做 那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然后第二步呢 是个什么呢 就是学习者 你比如说你喜欢梵高 你喜欢梵高的话 好 你喜欢他 如果你停留着看华策 那叫什么喜欢 那里边那种强烈的外观 那种大绘画的那种里边的象征 方方面面 你真正去喜欢东西 你就是个学习者 你要了解梵高的从小到大 他经历那些痛苦 他的孤独 他的创作过程 他的探索 你这个才是真正的 你这个时候呢 一边喜欢 你变成了学习者 然后你有余力 你受不了 跑到法国普洛王寺 你要去看那生活过的地方 你马上感觉到生命 体会到不是一本 简简单单的画 你体会到一个 梵高的生命 这个时候 你两个之间就共振 然后梵高也在调动你 你自己也在不断地成长 然后你可能就慢慢地 进入一个生产者的角色 这个生产者 一开始是个初级生产者 你开始要表达自己 你要表达出一种 梵高式的一种激情 那么可能你可以通过 音乐的方式 也可以通过绘画的方式 也可以通过文学的方式 就是你有一种 不可遏制的 内心的那种激情 你要去表达 但是你表达的不好 你达不到那个水 这时候你就要学习 你就发现 欠缺太多东西 你自己 然后你人生就这样 借了钱了 然后你要必须学色彩学 构图学 各种人文 历史 方便秘秘精神 就是你通过这么一个热爱 从喜欢开始 一步一步的 最后你走向了转业化 变成一个特别杰出的 一个生产者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 从抽象的热爱 最后真正落实到了 我们的一个创造性的人生 就是我在这个日本的时候 我也是觉得挺受感动 我看到大马电视台上 有一个中年妇女在教 不一 四十多岁 她就是 就是大学毕业以后 后来宫都没两年结婚了 结婚以后呢 像日本大多数女性一样 变成职业太太了 在家里带娃 结果到了四十多岁呢 娃都大了 自己一个人时间也多了 干什么呢 她觉得突然觉得茫茫然 哎 她想起来了 自己小时候特别喜欢画画 她就忽然觉得 画画是有点来不及了 但是呢 她忽然觉得那些色彩 用在眼前 她觉得特别高 特别想把它拾起来 后来她就开始做什么 做不易 哎 这个跟画画有一个相同之处 骑着个自行车 在大阪大街小巷转 去到各种铺垫 要碎布 要回来以后 在地板上东拼西拼 她就发现自己缺太多东西了 色彩学 啊 这种构造学 包括不易学 啊 包括什么什么 太多了 啊 太多 所以她就要学啊 生命全部 快快快掉那些 啊 谁掉那些 谁掉那些了之后 她就开始 呀 拿着做床招啊 做各种的窗帘啊 做包啊 做什么 哎呀 后来真是有自己的天赋 所以你看这个 这个中年女人 变成日本特别技术的不易家 最后在电视上开装栏 教这个 那么多人 是不易 是个品牌了 已经变成 就是 任何一个东西 是不但生化的过程 一旦生化就停不下来 哎 因为你从一个爱好者 最后变成个学习者 最后变成了个生产者 三步 你就永远不可能放弃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人生 所以你坐在那里感叹 那是不断地在荒废自己 而是行动啊 不是凭空的 你总要有一种 这样一步一步地走的 那么这样一种力量 你要有一种认识 一个人呢 我觉得你自己 内心深处这个东西 有感兴趣 其实它有人性的基础 有你特性的基础 天性的基础 你要让它长出来 这个长出来是要通过 日日月月 一点一点地去 学习和打开才能达到 就像一朵花 必须有土地 必须有根 它才这样长出来 然后你的生活 才能建立起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 就是我们自己 有时候不能轻易地说 我怎么在外来呀 我的理想破灭了 什么什么 你要好好地想想 你原来这个理想 它到底是什么 有多少根据 所以这是我们 这一代年轻人机会 我觉得是真的是 特别好 所以机会特别多 所以需要一种力量 需要一种勇气 所以千万不要丧 所以我觉得丧有点可惜 当代的我们的青年人 都那么聪明 所以就说这个时候 我们其实是可以 充分地发护自己 但我知道 丧实际上 有时候是年轻的时候的 一种状态 状态是一个过程 其实也是我们自己 内心深处 给自己的一种宽慰 也有这个 当然也有这个要因素 也有点自嘲 然后通过这个方式 获得一种缓解 自己和社会 进行一些调整 所以我就希望能够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还是 经过一段上 经过一段自嘲之后 我们还是能够有一个 特别有力量的 这样一个向前 有一个新的探索性 好 今天我们的视频 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个分享的话 希望您 也可以动着手指 这个一键三连 有什么想法和观点 也可以留言 或者是在弹幕上 我要找时间 然后我要跟大家一起 互动 跟人互动 然后我是表语丸 所以和我一起 屠如共济 做新时代的一个旅行者 好 谢谢